好啦 那我們就開始上課啦 那老師這一堂課也有事情 那看到我來應該就是 就是我來上課了 那這一堂課我們上的是列表的簡介運用 這六堂課 之前我們講的是S1跟S2的一個 資料形式 那列表就是屬於一個 資料這個S3的一個資料形式 那我們來看看它要怎麼使用 我們看一下 上一堂課 上一堂課最後的練習題大家還有印象嗎 我們不是有一個很大的一個資料 有很大的一個資料 然後我們要把它併在一起 我來貼一下這個 語法 然後 然後 這邊 這樣我執行一下 它因為資料很多 所以它在處理上 你沒有看到它的那個 進度條是 越來越慢 還記得它是 我們是把它產生 兩個 兩個 空的變數 然後把這兩個資料 合併 用Rbind的方式併起來 那 你有沒有發現它前面一開始是蠻快的 但慢慢到後面是越來越慢 這是因為 我們把它想像成在Excel的話 我們是產生 第一個資料 DataFrame 然後把它產生第一個DataFrame 然後再第二個產生第二個DataFrame 然後我們要併在一起的時候 又產生 再產生第三個Shift 在Excel那邊 然後再把前面第一個跟第二個併起來 所以 所以這邊的Rbind 它其實 它其實在 在處理上 它其實是會讓你的記憶體 越來越慢 因為 你這樣等於產生 產生 三個 三個記憶體的空間的位置 那 它這樣在處理上 會越來越慢 那 在List上 我們就會讓它 List的話 它是 有點像是在Excel 我們直接在 第一 直接產生一個Excel 然後 它是 一直往下Bing 就是一個Excel 然後第一個資料 往 填上去 然後再第二個資料 第二個DataFrame 它直接在第一個 Shift 下面 就是往後 往後 新增 這樣 這樣我懂它的概念嗎 如果是List 那在List的話 它其實 它是可以儲存 不同的 不同的一個 物件的一個屬性 就是它裡面可以 是第一個List 第一個 第一個為縮印 它可以是DataFrame 第二個的話它可以是一個向量 向量 向量 那個物件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那 S3的話它其實也是一個列表 那這個我們等一下會講到 那S4的話 基本上 我們這一學 這一學期 課 又不會教到 那基本上 也很少會碰到 所以這個 我們就不會詳細做說明 就是在整個學期 甚至到我們下學期 上個深度學習 也基本上都是不會遇到的 好 那我們現在講列表怎麼使用 好 這邊是先產生一個 舉證 Matrix 這邊大家應該很熟了 然後第二個是產生一個文字 文字 文字矩陣 這也是文字矩陣 然後第三個是一個邏輯向量 這前三個應該大家都很清楚了嘛 好 那列表的話 它其實就是很簡單 有點像C的函數 它其實就是把你要的東西 放在list這個函數裡面 那我們再看一下 我們把它執行起來 那可以看到 它這L1 它裡面第一個 第一個位置 就是這是第一個位置 裡面有一個 第一個我們M1的一個物件 對吧 對吧 那M2的話 在第二個位置 那M3的話 在第三個位置 那你可以看到 它這個物件裡面 它儲存了不同的一個資料形式 它第一個是一個數字的Matrix 第二個的話 它是一個文字的矩陣 那如果這兩個 在我們在一般Matrix 它其實不能 它的元素 它的屬性要一致嘛 那這樣子 它其實在 如果是Matrix 它是不能直接Bing的 那在list的話 它就可以是不同的資料屬性 那第三個就是我們的邏輯向量 這樣 這邊可以 那其實蠻簡單的用法 那 當然 如果是list的話 我們 list顯然是我們的一個核心函數 那我們 這些核心函數 我們還可以用Lens跟Class 還有Nens 還有LS 去幫助我們做一些判讀 那Lens的話 我們使用的話 它明顯告訴我們是3嘛 意思就是說 它有三個物件在裡面 一二三 三個物件 它的意思不是長度 是指它有三個物件 其實差不多啦 你要把它當長度或是物件都可以 但是它真實的意義就是 有三個物件在這個L1裡面 那class的話就是查它的資料屬性 那就是 list 它顯然就是一個list的資料屬性 那Lens的話 之前我們在 DataFrame或是Matrix 那邊有一個叫ColorName跟RawName 那在list的話 我們是用Lens 我先執行Lens好了 Lens 這樣它是Nual 因為我們沒有給它取名 這邊只有1 2 3 所有的意思 那我們給它取名 這樣是直接給它取名的意思 那直接取名為ABC 那我們執行起來這邊的 就它命名就改變了嘛 這邊就變ABC的命名 那再來是LS LS是幫助我們查詢list的物件 有包含什麼 這樣可以嗎 就是它這個L1 它的物件裡面有ABC 你現在它原本 原本是 原本是沒有命名的 它可能就只有1 2 3 或是 那現在我們把它命名之後 它物件名稱就叫ABC 這樣可以嗎 那 你會想說 那我們在索引 因為我們之前在向量啊 或是矩陣啊 我們都有索引嘛 要索引它是 我們要取的位置 是第幾個資料 或是元素 那現在L1的話 我們這邊也是可以用索引的方式 但是要注意的是 我們在索引的話 我們是不是要用兩個中刮弧 一個中刮弧是會有問題的 就是 在做的時候之後 就是很常會出現 如果只有一個中刮弧 後面會有一些出錯啦 那建議還是大家 就是用兩個中刮弧 可以嗎 那這樣子 中刮弧就可以取出來 我們第一個物件 那如果我們是這樣 第二個物件也可以取出來 用兩個中刮弧 那我們要在這一個物件裡面 第一個物件 的某個位置取出來 那我們可以看到 觀察到這個第一個物件 它是一個矩陣嘛 那 所以我就說 這個又會回到我們之前的 這樣的取法是 取第一個物件 那第一個物件已經是原本物件的 矩陣資料 所以它又回到我們之前 矩陣的一個 所影方式 是不是要用 要用逗號隔開 前面是RAW 後面是Column 假設我要取1跟2 第一個位置跟第二個 的 正面就是5嘛 這樣可以嗎 好 那 這是一種 用中刮弧 用數字來所影 是一種方式 我們也可以用 前字號的方式 就是 這樣 這樣也可以 前字號 OK 這邊 這邊應該是一樣的 那 前字號完 也可以用中刮弧 然後選取你要的 裡面的物件的一個資料 可以嗎 那中刮弧 還有另外一種用法 不是 前字號還有另外一種用法 我們如果要新增物件的話 新增 新增 物件我們都是用前字號 那 我們可以用 這樣 這樣他就新增 一個 第四個的一個物件 這樣他就新增在下面 這樣可以嗎 到這邊我先讓大家操作一下 那 那 大家都試過一次 那 我剛才前面還漏講一個 縮影方式 就是 一樣用字串的方式 這樣也可以取出我們的 物件 好那接著我們要講的是 下一節 那我們剛才講 列表他其實很方便嘛 他可以存很多物件 那這也是 你說他是優點嗎 就是他可以 他可以存不同的物件 然後可以存很多種 但是這樣子的話 他可能就會很長 那我們除了用 Ls去看物件 這個列表 列表 list裡面 有什麼物件 那我們還可以 我們等一下還會再講一下 我們要怎麼用 s3這個東西 來看他的一個列表 或是L3物件裡面的 這個 資料有什麼東西 這樣子 那我們先看一下 L1 大概 就是我們剛才就長這些 長這樣嘛 那我們剛才說 class L1 他是 我們可以查 這個L1的一個屬性 他是list 那如果我們強迫 把這個class 這個list 強迫把它改成 test 一個屬性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他會長什麼樣子 我先執行一下 那這樣子我們的列表 list 這個L1 他的屬性就變成test了 那我們再看看L1 有沒有發現他這邊 多了一個這個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強迫 讓他變成了一個 s3的一個資料格式 資料屬性 然後 然後 如果你看到 有這個樣子的東西 他其實就是有可能 是s3物件 或是s4物件 這樣可以嗎 那 因為他是list轉過來的 所以他基本上是s3物件 這樣OK 那我們要怎麼看 要怎麼看 如果我們 我們要怎麼看 就是我們print出來 我們可以用這個 自定義的一個print.test的函數 去看這個list list他有的資料屬性 是有什麼 我們可以自己去寫 我先執行一下 這邊的話 基本上 可以聽聽 因為基本上 這邊很少用很少用到啦 但是 就是大家知道 有這一回事 就好 那我先執行一下 現在 這邊就產生一個print.test的函數 那 在函數裡面 就可以去看這個 Lens 這個list裡面的 物件有幾個 然後每個物件裡面 他的名字 那 我們剛才說 我們L1 原本print出來 是像 長這樣 前面這幾個 對不對 對不對 那現在因為 這個test 你沒有特別去 去命名 這個test 你沒有去特別指定 他的 list的屬性 那他現在發現 我們list裡面 其實叫做 test這個屬性 那 如果我們這樣子 使用的話 如果我們在執行 L1 他會強迫 讓他執行 這一個語法 我們原本 L1執行的話 是長這樣 但他發現 這個list Test S3這個物件 他是test的這個屬性 在R1 他其實找不到的 那但是你 你改變 你自定義這個print點 Test 這個屬性的 函數 那他讓他 會去直接去執行這個語法 這樣可以嗎 那我們一樣可以看一下 就是 這個 他一樣是ABCD Ls 就是 S3這個屬性 也是可以用 S3物件 也可以用 這幾個 核心函數 來做 做執行 OK 那這邊其實 就很蠻簡單的 那一樣 我們把它命名 改成DEF 那 我們這邊就會 改變 這邊變成DEF 那第四個的話 我們沒有命名 所以他是NA 這樣子 到這邊可以嗎 這邊會比較有點抽象 但這邊就當 聽聽就好 然後 這邊也很少用到 就是 這邊就是幫助你了解 S3物件 他的資料格式 還有他的一些 特性 那怎麼用 其實他還是回歸到 他是List的一個本質 這樣子 好 那 接著是Summary Summary 前面你們 老師 這應該有看過嗎 Summary 之前我們在矩陣那邊 我們用Summary 的話 他會給你 這個 這個矩陣的一個摘要 就是 但是要看他 資料屬性是什麼 假設我們如果是N3的話 他 看一下 X3 他就會是不一樣的呈現方式 那如果是List的話 L1 那這邊就可以告訴你 這邊他裡面的一個 簡單的 這個List簡單的摘要 這樣可以嗎 然後 我們也可以去 去改這個Summary.test 應該說我們也可以去改這個Summary 的一個自定義函數 那我們一樣 執行一下 那這邊的 Summary.test 他其實就告訴你 一樣嘛 這邊物件有幾個 物件 命名 然後 每個物件的一個屬性 是什麼 那我們執行一下 然後 這邊 但這邊要注意的是 我們這邊是要用 Summary L1 可以嗎 這邊是比較一個特殊的用法 那 剛才我們講Print 如果我們直接執行 它其實也是Print的意思 跟這樣 是一樣的意思 OK 就是這樣跟這樣 都是要Print 那 Summary是因為它是特別的函數 所以我們一定要用函數包起來 要特別用這個Summary函數 不能像 不能像這樣 L1 這樣 通過意思嗎 這樣的意思是Print 不是Summary 所以如果要Summary的話 要特別用Summary這個函數 執行 那執行下來 可以看到 它就是 我們剛才自定義的函數 這樣可以嗎 那 現在 我們原本要 原本是這樣嘛 那如果取出物件的話 其實就是 其實就是在後面多索引 我們一樣可以取出原來的物件 只是比較特殊的話 就是我們L1 已經沒辦法看到完整的 一個列表裡面的物件 那這樣的方式 可以簡單讓你了解 列表裡面的 物件的屬性 然後 讓你自己自定義 這樣子 那如果要取出物件的話 就是要特別用索引的方式 特別取出來 那也可以取出 你想要的東西 這樣子 那 第一 練習一其實就很簡單 我們用 這樣的一個 List 然後 讓它 用 S3物件的方式 顯示這樣的 一個 結果 不是用 不是直接用List 要先用 S3的方式 然後 我們執行這個的時候 就是 現在執行的話 它是這樣 那我們希望執行 直接執行這個時候 它出現的是這樣 那就要用到S3物件 這個 資料格 資料形式 這樣子 我在 剛才同學問的問題 我覺得蠻好的 那我再講一下 剛才同學的問題 好了 這個 問的問題 假設我現在用的是 這樣的一個 TestList 我們說 直接在這邊 它是Print的意思 Print 等於Print 就是PrintList TestList的意思 這樣可以 到這邊可以 那如果我們把 這個TestList的屬性改成Test 那我們是不是 可以 這樣的話 我們就可以 產生 這邊還沒執行 那我這樣 就是它就會執行 這個的自定義函數 但是如果把它改成 TestTool 這一個 屬性 那我們再執行一下 這個TestList 它就會 回到原本的 因為 我們把 我們這個函數 是Print.test Print Test這個屬性的 物件 總嗎 那如果 再來是 這是 這邊是S3的一個 屬性 的特性 那如果 你是要 Print.test 像這樣執行 像這樣執行 它是 它這樣的話 它回到的是 你的函數的意思 回到函數的意思 那 我們剛才講 它現在是TestTool TestTool的屬性 那 如果我們要 一樣用這樣的方式 來 來呈現 那很簡單 我們直接把這個 改成TestTool 這樣可以嗎 那我們再執行一次 它又會是這樣子 那 剛才有同學說 那如果我們前面 不是Print 是什麼 隨便一個名稱 ABC 這樣子的話 它這樣可以執行嗎 如果我們這樣 是TestList 因為這邊 這邊 這邊 那我先把它改一下 改回原本的 List屬性 因為這邊還有 還有Print.testTool的一個 function 那我現在把它改成 List的屬性 那我們現在用 再執行 Test 這樣就沒有了 這樣懂我意思嗎 這樣 這樣子的意思是 它只是產生一個 新的 一個自定義函數 那它不帶Print的意思 那這樣子 又回到 它是一個函數的意思 這樣 這樣可以嗎 可以理解嗎 OK 好那 那大家理解之後 我們就是 來看一下我們 練習 練習題的答案 那其實就是 它現在就是 產生一個 TestList 的一個物件 我這邊先清空 Test Test-List 這個物件 那我們把它 資料屬性改成 MyList 那也就是說 MyList 改變成 MyList的一個資料屬性 那我們這邊 Print點 這邊就要點 MyList 這兩個是要一樣的 這樣可以嗎 那 這邊是 Function 這邊是Parameter 所以也就是說 你的Parameter 其實可以是 任意 任意一個名稱 這樣可以 它可以是任意名稱 名稱 我們再執行一次 好 那 那 這樣子就改 改完了 就變成是這樣的 一個 我們的結果 嗯 這樣可以嗎 名稱跟名稱 哪一個 一定要一致 這 這要很清楚喔 如果是 這邊你要用Print 的話 這邊就要跟這個屬性 是要一致的 那這邊 因為是Function Function的話 你的名稱 這邊是可以是任意名稱 這邊是可以是任意名稱 但是你是因為你的Parameter已經定好 假設你這邊是ABC 這邊就要是ABC 這樣可以嗎 好 那我們現在我們也要講 Rby 剛才前面我們一開始開頭的介紹 Rby 它其實對記憶體很不友善嘛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呃 它它到底會多慢 假設 假設 呃 這樣 這樣的 這個是一個時間函數 當前時間 然後它去 用 這樣 這東西我們先不管 你執行完之後 先把 當前時間 第一個時間點 把它存成T0 然後它執行完之後 這個 當前時間-T0 不是講 就會變成時間的一個差 就可以看我們 就是執行了多久 這樣可以齁 那這邊就是產生一個DataFrame 那這個 這個就是隨機產生一個20個數值 這個 呃 看看就好 就是有機會用到再查就好 那這邊就是產生一個DataFrame 那這邊是一個Final Data 然後它是先一個Nu 然後再 在回圈裡面就是跟上一節課 講的方式很像嘛 然後還有印象 就是這邊是一個Nu 然後 先 這邊有個Based Data 先 並起來 這邊就會變成新的一個DataFrame 然後 在下一個回圈 它這邊產生 第一個新的 新的DataFrame 跟 第二個DataFrame 再並起來 這邊就會產生第二個 有第一個資料 跟第二個資料的一個 變數的一個DataFrame OK齁 那我們執行一下 如果是 一千 回圈產生一千次的話 它時間會多久 現在是0.5秒嘛 那把它改成兩千 欸 欸為什麼沒有 好 重新執行 OK 那現在是 發現它其實是 快 呃 不是兩倍時間喔 它大概是四倍時間 那我們把它改成四千 有發現它基本上 就是要又再四倍的時間嘛 這樣可以嗎 就是Rbine的話 因為 它就等於在複製了 呃 先產生兩個 變數一個 兩個變數的一個DataFrame 然後它再複製一次 那是不是就等於在 再 就是產生原本兩個嘛 兩個要如果要併在一起 就是再產生 相同大小的 所以 它是產生四倍嘛 這樣可以理解嗎 看一下喔 然後 如果我們要用list的話 其實這邊很簡單嘛 我們就是 呃 這邊 這邊改成I 然後直接 baseData 喔 現在還沒有完全並起來 但是我們是先把它 存成在list裡面 這樣可以嗎 那我們要看 先看看 如果有這樣的時間是多久 這樣才0.02秒 是不是快很多 那 如果我們要並起來 喔 我們這邊也是一個核心函數 我們這邊用 就用的是一個 叫賭扣的一個 方法 那我們先來講一下 賭扣這個要怎麼用喔 這樣是一個很簡單的一個賭檔嘛 這樣是一個很簡單的賭檔 那我們用list的方式 這樣的list 它是不是把這邊 這邊是file parameter 它第一個 綠的點csv 它第一個位置的parameter 名稱叫file 然後head 還有file encoding 那 你在list這邊 你要把它 先把它的參數 先把它存成在list裡面 這邊可以理解嗎 可以齁 那我們再用賭扣的方式 意思是說 它要 執行 read.csv 這個函數 然後這邊是用list 這個第二個物件 第二個parameter 要用list這個 屬性的資料形式 那 它會去看 它會去抓你的 你的物件的裡面的名稱 就是相對應 如果你的名稱不一致的話 它可能就會出錯 這樣可以嗎 OK 那這樣也可以讀檔嘛 那我們如果我們把它 假設你名稱打錯 它就不能執行喔 這樣可以嗎 假設你名稱打錯的話 它就不能執行 OK 那這樣子 呃 我們也可以透過賭扣的方式來 來執行 來賭檔 那我們也可以觀察一下 它的檔 這兩個 兩個物件是不是一樣的 那它確實是一樣的齁 那如果我們要用rby的話 我們怎麼做咧 其實就很簡單嘛 我們就是在後面 加這一行 這邊可以嗎 這邊是先把資料全部存存在這個list裡面 然後執行完回圈之後 最後再把它合併起來 最後再把它合併起來 那rby的話 我們之前講 它其實是可以 呃 呃 我執行一下 它可以這樣併起來 這樣兩個參數嘛 那 這樣也可以再把它第三個併起來嘛 也就是說 rby裡面 它其實是可以存 可以好幾個 物件 然後把它併起來的嘛 所以 跟datalist 這樣是 這樣就可以直接併起來 但如果 假設這個函數 它只能存兩個 它只能存兩個 那這樣的做法 可能一定會有問題 懂我意思嗎 可以理解嗎 假設它只能 如果這個函數 設定 它就只能存兩個 只能是兩個primeter 那這樣子的話 它就有問題 因為你這個datalist 是很多個 物件嘛 很多個物件包起來的 可以理解嗎 好 那我們再執行一下 這樣如果 我們剛才講4000 如果用 直接在這邊用rby的話 剛才要1點多秒 要6秒多嘛 看一下 這邊要8秒嘛 假設 假設我們剛才執行 是8秒多 好 那如果用 用list的方式 馬上就 好了 這樣可以嗎 這樣速度就快很多了嘛 看一下 好 那 接著就是練習題啦 就是練習題 就是 上一節課 練習2的 方式 然後我們用list 的方式 來處理 這樣可以嗎 給大家一些時間 好 那我們練習2阿 就是用list 然後讀code方式把它併起來 那這邊是原本的程式嘛 上一節課練習的答案 那要怎麼改呢 其實很簡單 就是在這邊把它改成list 然後 現在它就是list 所以我們在這邊 是I 然後這邊 submetrics 然後 在回圈外面 因為它只是先把它貼在 全部貼在list裡面嘛 那我們在最後回圈外面 用讀code 然後 rby 然後 finaldata 其實就改這三個地方 就這邊新家嘛 然後剩下就是改 改 改 改它的那個 那我們執行一次 好 它就可以開始跑了 欸等一下 為什麼 好 這邊 多打一個 好 這樣就是它開始跑了 那 FarCam它其實會有變快啦 嗯 這樣可以嗎 這一個練習題 其實就是這邊嘛 改這邊 還有這裡 然後 最後新家這裡 是一樣的嘛 好 那 這堂課其實就唱到這邊啦 那我們再go through一下 呃 前面list 基本的這幾個 函數的 就是list的特性 它可以是不同的 裡面它可以是不同的物件 然後再來是用這幾個 這幾個 基本 核心函數 可以對list做一個 觀察 然後再來是list的索引 那這個就是比較 對於list來講 我覺得比較重要的是 你要怎麼索引list 然後索引完之後 它就是回到前面的課程 是s2 物件還是 是項量 還是 還是 data frame 還是matrix 那你先索引完 前面第一個是list 屬性 然後索引完之後 它就會回到我們前面的課程 所以前面的課程就是 就會統合在這個物件裡面 所以 呃 基本上list是很簡單的用法 它就是一個儲存資料的一個方式 然後 呃 再配上這幾個觀察它的一個物件 這個list是什麼 然後再回到前面 呃 我們的課程的 就是它是data frame的處理方式 還是要用 向量 它如果是向量 就會回到向量的一個處理方式 那中間的話 基本上 呃 這邊可以剛做 呃 你了解這個東西 呃 不一定要會啦 但是 你知道有這個東西就好 然後再來是 最後 賭扣 的用法 呃 就是list的基本特性 然後賭扣 我覺得是 這一堂課 我覺得比較重要的 這樣子 這樣可以嗎 那我們就上到這邊